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这个台风的暴风圈已经在晚上9点的时候接触到东南部以及恒春半岛的陆地 目前这个台风已经是在清醒我们的状态之下了 这个台风目前进中心的最大风速大约是每秒53公尺 七几风的暴风半径大约是320公里 根据一些卫星观测的资料以及地面观测的资料 我们发现它的十几风的暴风半径在最近这几个小时之内是有扩大的趋势 目前是已经来到150公里 提醒大家这个台风目前是非常强的 而且正在接近我们当中各地的风雨都会持续的增大 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海上的部分 目前在海面上观测到的浪高我们可以发现各地普遍 各浮标普遍都有出现3公尺以上的浪高 除了在西南部的沿海因为地形屏障效应的关系 还在3公尺以下其他地方都普遍来到3公尺以上 尤其是在台东浮标目前已经观测到6公尺左右的浪高 所以现在海面上的浪已经非常大了 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再前往海边活动以免发生危险 另外明天一整天台湾附近各海面的风浪都可能会来到5到7公尺左右 尤其是在台风中心即将接近的部分 甚至有可能会出现12公尺以上的浪高 花冬的沿海甚至可能会出现10到15公尺左右的浪高 提醒大家这是非常危险的 接着我们来关心风力的部分 今天到目前为止截至23时 观测到了最大阵风如同这张图所示 我们可以发现强风出现的区域大致上都是在沿海地区 尤其是西半部云林以北的沿海以及台东及横春半岛 另外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在花莲以及台中南投交界的山区的部分 也有出现比较大的风力 目前观测到了最大阵风 蓝宇已经来到17级以上了 在刚刚11点过后已经来到17级以上了 另外在蓝宇高中也来到14级 未来的风力只会越来越强 明天的白天 明天的晚上 大致上是如同这张图所示的 就是风力会逐渐的增强 尤其是明天晚上 各地的风力就不只是只有沿海才是比较大的 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西半部一些比较内陆的地区 都有可能会出现11级以上的强阵风 另外在台风中心通过的部分 台东 花莲的沿海 以及未来可能会通过的地方就是 彰化 云林 嘉义 台南这些地方 因为非常靠近台风的中心 都有可能会出现将近14级左右的强阵风 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 所以气象署持续发布陆上强风特报 明天台东 蓝宇 绿岛 澎湖 都有可能会有14级以上的强阵风 新北到高雄的内陆地区 还有花莲的内陆地区 也有可能会出现13级 另外宜兰 屏东 恒春 马祖 也有可能出现11到13级左右的强阵风 其他的区域也可能会有9到10级的强阵风 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 那因为刚刚蓝宇的风力非常大 所以我们已经在晚上的9点19分 针对蓝宇发布台风抢风告警 这是一个细胞广播 所以提醒大家尽快进入室内去避难 再来我们来关心降雨的部分 从雷刀波图我们可以看到 台风主要的这些云系 已经正在影响台湾地区了 那最扎实的部分 已经在影响东半部的外海 那我们可以看到台风中心 其实是非常扎实的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双眼强的结构 那从微博频道的卫星云图 我们也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双眼强的结构 所以这个台风目前正处在一个非常强的状态之下 那因为这些对流正在移入当中 所以未来这几个小时之内 各地的风雨尤其是东半部地区的降雨会持续增大 所以宜花还有大台北山区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大雨或者是好雨 再来我们关心明天的白天 明天的白天到晚上是这个台风影响我们最剧烈的时候 整个东半部地区都有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好雨 或是超大好雨 另外北部的山区 另外在整个西半部的山区 也有可能会出现局部的好雨或者是大好雨 那到了台风中心逐渐地通过台湾地区 整个降雨的范围 比较强降雨的范围 会慢慢地由东半边移到西半边 尤其是在苗栗以南的陆地 因为台风中心通过之后带来的西南风 有可能在这些地方造成局部性的大雨或者是好雨 所以气象署也持续发布好雨特报 针对的区域 东半部都有大好雨以上 尤其是宜兰以及花莲的山区都有可能会有局部性的超大好雨 另外整个西半部的山区目前研判起来都有可能会有好雨以上好雨等级的降雨 另外在恒春半岛蓝雨 蓝雨等一下如果台风的对流再更移入的话 甚至有可能进到好雨的范围之内 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 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离岛的情形 这是明天每六小时的情形 澎湖的部分明天降雨的部分一整天都会下震雨 另外在风力的部分需要警戒都有可能 刚才提到有可能十一到十三级左右的强震风 在金门的部分也是一整天都会下雨 接下来的清晨就有可能需要注意强风的情形 到了明天的白天一直到礼拜五的清晨 就也有可能会出现十一级左右的强震风 在马祖的部分未来一整天都会下雨 尤其是到礼拜五的清晨 因为台风中心逐渐朝马祖靠近 所以也有可能会出现大雨的情形 另外在强风的部分目前风力就已经很大了 研判也有可能会一直维持到礼拜五的清晨 总结一下这个台风 从现在开始依照礼拜五的清晨 各地的风雨都会逐渐的增加起来 第一个是雨的部分山区的土石松软 所以非常的危险请不要再前往了 另外低洼地区的部分也要留意排水 另外破坏性的强风 请大家尽快进入室内远离门窗 另外在大浪的部分 目前各地的浪高都逐渐加强起来 请不要再前往海边活动 或者是进行海上的作业 另外花冬以及西南的沿海 明天满潮的时候 有可能因为台风中心逐渐的靠近 有可能会有风暴潮的情形发生 海水倒灌 所以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 以上是这一节的台风说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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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